《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我們找到一本書 在裡面發現了一些照片 幾個人物在照片裡 特別吸引我們注意 這些人我們覺得很有趣 因為他們是普通尋常的居民 沒有什麼可以辨認他們的身份 甚至我們看不到他的樣子 我們開始覺得這個人的身份 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對這件事開始有興趣 特別注意地去搜集一些 我們身邊的不同的影像 嘗試去尋找在裡面一些 無意被攝入鏡的人 或者是一些我們不能辨認到的 曾經在照片裡出現的人 然後慢慢延伸到這個攝影系列 剛才提到在日本的一張五十年代照片裡 有一個家庭主婦去走走的時候 背部很狠狠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普通 是一個很普通的 可能叫很日常的一個動作 但當一種這麼普通的動作被 就是營製了下來的時候 它就變得很不普通 因為可能超越了我們一般去看 所謂幾十攝影的一個 anticipation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將一種既是普通 又變得不普通的這個moment 可以重新再去展現出來 而這個展現過程是可以用回我們自己的身體去 我叫經驗一次 我覺得是充實的 其實這個可以說是一個performance 它是透過身體動作 所達到的performance 它其實是同一個時間的關係 同一個物理的關係比較強 那個人的感情其實很少 其實我們為了每一個人物 我們都寫了一些文字 在我們出了一個publication裡面 將所有的文字放下來 其實看下來好像一個小說的開頭 當我閱讀它之後 裡面很多這些人物的背景資料 或者對於這個人物的形容 其實是經過我們很多 在相關的資料搜集裡面 總結了出來的 真的有點像偵探 其實我覺得這個project裡面 有很多吊詭的東西 包括我們想找一個人 而那個人的身份我們是找不到的 但是我們嘗試去找這個身份 而是我們都明白永遠是找不到的 這個東西是有趣的 如果當我們在說所謂identity那件事 其實都是在說一些客觀的標準 用客觀的標準去判斷這個人 究竟他怎樣去分類他 怎樣去辨別他 最後的目的 其實是真的要可以 尋找到這個人的 所謂identity 但是我們正在做一個 我們用完所有我們的客觀的訊息 去辨別一件事 不辨別一個人去排列他 但是我們沒有特別的分類 也都是最終 其實你不可以尋找到這件事 其實整個project真的有一個premise 是說 其實是 impossible to identify 計程的故事 尋找到這件事 也就造成世界 你把這些小室體